Hello 大家好 我是Strive 的William 今天我們有三個重點 去教籃球初學者和小朋友怎樣射球 通常射球對初學者和小朋友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籃球都是十尺 小朋友未必足夠力去拋得那麼高 這件事我們都要想一下 今天我們會介紹三個重點給大家 如果你們自己出去街場練 你要記住這三個東西 去提升射球的水平 好 第一個身體部位就是我們的射球 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第一個就是確保我的手在球的中間 法力的部分是一定從我的手肘來的 但如果你看到我第一個目標 就是確保我的手放在球的中間 這裏我的食指和中指會圍著空間 因為我上去射球的時候 我滾走的球 我用手肘去推那個球 但是滾走的時候 是會在我的食指和中指的時候滾走的 然後最後一件事就是我推那個球 盡量完全放鬆手腕 我們是叫Push and Snap 或Push and Flop 去教小朋友如何放鬆手肘 我首先會用牆 因為在這個水平我不是追求他們射入幾多球 只需要他們射球的感覺 是順和盡量每次都差不多一樣 OK 我就會可能放點在牆上 然後不會曲腳很多 那叫他推 放鬆手腕 找球的中間 推 放鬆手腕 那如果他做得對 你就會看到球的船 是去得很快 後面會去得很快 他通常不會左右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射球手腕 下一個我們就會說我們的guide hand 在這個情況上就是我們的左手 那guide hand唯一的責任就是 幫我拿球上去我們的short pocket 或者我們的lift pocket 然後放球 但是很多初學者和小朋友 是會直接用了guide hand的力 去令到球射得不太直 那通常有幾種方法 你會看到去用guide hand 第一個就是直接向上的 那這個是最理想的 因為我想那個球 走一條直線 然後最後那點差不多到頂的時候 那guide hand就會放手 第二個情況就是 就是guide hand就會很早放開 這個情況也沒有那麼理想 因為是很難去控制著球 以及射球的直線就會不太好 最後一個就是 我的guide hand會在這裡打開 也沒有那麼理想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的guide hand打開 其實我的身體現在不是對著那個框 是其實打開了 令到我的shooting hand 那個責任比較難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說我們的release 我們的release 對射球來說 通常都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個release 是差不多一樣 而且是很relax 和直線推 用手跟推 和盡量用少些手腕 和用食指和中指 九成的時間都會很準 我們教小朋友怎樣射球 就會有少許不同 我們有幾個選擇 一是我們的框是可以降低 這個會令到小朋友 感覺到是真正怎樣射球 但是如果你不能夠用 可能八尺或者九尺的框 我們會教小朋友怎樣去低一點射球 當然他們越來越大 就是他們越來越有力 那時候會教他們怎樣 拿球上來高一點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見到NBA球星 例如Steph Curry 或者Trey Young 他們其實release point 都是很低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射得很準 原因是因為他們可以一個動作 協調一個動作 非常之 fluid 和smooth 和他們的release 是很流暢的 令到他們整個動作都很厲害 最後我們會教小朋友 怎樣拿球下來 少許去幫他們推到一個十尺的框 記住 他們變成成人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教他們怎樣拿起 去放球高一點